街上的嘲嚷也惊动了他们两个 在赶去看热闹的路上 他们吃惊地认出 那个在低空飞行的龙骑士 竟然是自己的儿子 激动之下 这夫妇二人赶紧追逐 几经辗转 他们终于找到了菲洛米娜庄园 哈布雷克公爵大人 送给苏菲的这座庄园 距离莫斯霍克魔物学院是很近的 虽然不大 但是比起法医的府邸 更加地净腻而有品味 这一点 就连法医和艾薇也不能否认 公爵大人在的时候 他们曾经来过几次 这里优雅舒适的环境和美味的食物 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开学之后 苏菲多数时间都住在学校里 因而平时这里并无主人 阿吐罗应该会在里面吧 站在庄园的门前 艾薇的声音微微发着颤 激动的心情溢于眼表 法爷伸手摁动门铃 他的心中 其实同样充满着惊喜 脑子里还在一遍遍地回忆着 看到龙骑士的情景 他当时已经确定 自己应该没有看错 那个骑在龙背上 威风凛凛的勇士 正是自己的儿子 阿图罗 可是这会儿 在兴奋过后的迷惑和猜测中 法爷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刚刚看到的景象 几乎在门铃响起的同时 大门吱压的一声 被打开了 管家罗比尼奥 依然是一身整洁的礼服 恭恭敬敬地站在门里 其实在法医和艾薇接近这里的时候 他就已经发现他们了 阿图罗在这里吗 不等罗比尼奥开口问候 艾薇就开口问道 是的夫人 罗比尼奥躬身行礼 在他心中 这两位大人和夫人 是苏菲小姐的父母 因而绝不能有丝毫怠慢 艾薇惊喜地与法爷对视一眼 快带我们去见他 好的夫人 罗比尼奥说道 请跟我来 苏菲几人正在花园里讲话 对法医和艾薇的到来 并没有人感到惊讶 因为既是原本精神力最差的阿图罗 经过契约的洗礼 无论在体质上 还是在精神力上 也得到了大幅的提高 艾薇的目光 直接落在阿图罗的身上 以他出击魔导师的精神力 他马上发现了他的不同 一阵莫名的欣喜涌了上来 父亲大人 斯蒂芬心大人 走在前面的法医 先给德鲁家主和校长大人行礼 他的话刚落 将艾薇的理事拉了回来 他也马上行礼问候 好好好 德鲁家主看着儿子和儿媳 哈哈大笑 艾薇为我们施华落家 立了大功 啊 父亲大人 艾薇不由一惊 对面的家主大人 还是第一次如此夸奖他 虽然隐隐猜到所为合适 但他仍然感到惊喜不已 不知为何 对于这位脾气别扭的老爷子 他一直不知道怎样与他相处 感觉上 他甚至比起自己的父亲 哈布雷克公爵还要让人难以取悦 相比起来 家主夫人因为最喜欢小儿子法爷 爱屋及乌之下 他们婆媳之间的关系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 不过 从两个轴里那里 他也听到了婆婆不少八卦 而且多半是没什么好话的 好在自己与法爷很少回本家庄园 他常常为此庆幸不已 生出这么好的孩子 就是你最大的功劳 德鲁家主举起大拇指 如果说当初法爷这孩子 为了艾薇做出私奔这样的事 作为家主的他说不生气 那绝对是假的 那件事 简直让他大事颜免 也因此 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 对于这个凯德帝国哈布雷克公爵家的小姐 他还是心怀芥蒂的 可是到了现在 他开始感谢他 感谢他为施瓦洛家族 生出这样出色的孩子 也感谢哈布雷克公爵 为他提供的帮助 情而听的儿子阿托罗 已经真的成为龙骑士之后 艾薇的眼泪滑落脸庞 尽管法爷不时地轻拍着他 要帮他稳定情绪 可是最终也没有忍住 艾薇喜极而泣的泪水 这位是我的搭档 艾托奥 阿托罗给父母介绍道 艾托奥本来就不是那种礼数周全的龙族 他坐没坐下 颤没站下地歪在椅子上 咧着大嘴 朝他们点点头 算是打招呼了 法爷和艾薇 尽量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如此从天而降的巨大惊喜 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 龙族 龙族战士竟然成为阿托罗的搭档 夫妇眼中一彩连连 这个时候 阿托罗补充道 艾托奥是苏菲的朋友 苏菲 艾薇惊呼 这怎么可能 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失礼 连忙欠然地对着艾托奥笑笑 然后万分不解地望向苏菲 自从这个女儿回到自己身边 就不断地带给他惊讶 一会儿要学练金术 一会儿为自己的侍女打包不平 一会儿成了空间魔法师 一会儿又说实力 已经达到终极魔道师的境界 这会儿忽然跑出龙族的朋友 这怎么不可能了 德鲁家主哈哈大笑地转头 对着私底分心大人说道 我这个小孙女呀 神奇得很啊 是啊是啊 苏菲是个很了不起的孩子 我还得恭喜你 校长大人也连连表示赞同 在他看来 苏菲这个拥有神魔血脉的小丫头 他从一开始就神出鬼没的 不说别的 就说他每次带来那些准确的 已经达到可以不可思议程度的消息 已经令他瞠目结舌了 现在不仅是艾薇 就连法爷也露出了极为惊讶的神情 他没有想到 连私底分心校长大人 也这样夸赞自己的小女儿 这不由让他忍不住 多看了苏菲西眼 而眼前的 仍是那张差不多 已经达到荣辱不惊的程度小脸 至少对于这样的夸奖 他看起来毫无沾沾自喜之色 好像他们说的那个人 跟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沉浸在拥有如此出色 儿女喜悦中的艾薇 这时忽然想起 自己远在他乡的女儿仙朵拉 他忍不住问道 斯底分心大人 你有仙朵拉的消息吗 他现在好不好 艾薇 你放心吧 斯底分心大人说道 这次派来很多高手 跟在马三劳伦 让他去散散心也好 散心 艾薇愣住 不是说大师 您派的任务给他吗 他着急班求证地 看了法爷一眼 呃 斯底分心大人一愣 他大概也没有料到 艾薇和法爷 其实并不知道 仙朵拉非要跟去的原因 如果不是他当时哭着请求 他也一定不会一直心软 同意让他去的 尽管明白 他是因为感情出现问题 想要暂时逃避一下 可是校长大人 却不认为 这里是说这事的好地方 他有些犹豫 大师 现断拉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快告诉我呀 艾薇的声音高了起来 看斯底分心大人的神色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他开始有些担心起来 说起来 艾薇今天的心情 真的是大起大落 刚才还欢天喜地的 此刻他的心 又紧紧地揪了起来 可是 大师 法医的注意力也被引到这里 他疑惑地问道 先断拉 哦 没事 斯底分心决定替自己的学生 保留一些隐私 至少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 说出事情的真相 他这段时间一直很用功 我想让他跟着去散散心 原来是这样啊 艾薇呼出一口气 这两个孩子都很辛苦呢 说着 他慈爱地看向阿图罗 心中充满了身为人母的灵犀之意 谁说只有两个孩子辛苦 德鲁家主不乐道 你们就是偏心眼 我看最辛苦的就是小苏菲 他为你们大家做了多少事 你们都知道吗 哼 对于这一点 他早就有些不满意了 父亲大人说的是 法医连忙附和 他一边说着 一边连连给艾薇使眼色 艾薇有些尴尬 他笑着搂过苏菲 是啊 我们苏菲当然也是个好孩子 现在谁都明白 用偏心眼来形容父母 对他的态度是多么的恰当 尽管并不需要 但爷爷替他出头 仍是令苏菲感动不已 苏菲大概是习惯了 凡事首先想到他那一对双胞胎 毕竟苏菲从小到大都不在他身边长大 要改变习惯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艾薇可能没有发现 他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瞥见阿图罗带着歉意和心疼的眼神 苏菲并没有推开艾薇的怀抱 这时 罗比尼奥管家走过来找苏菲道 小姐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您看现在要不要请大家入席 你们吃吧 我与人有约 现在就走 斯蒂芬心站起来告辞 临走之前 斯蒂芬心大人又提醒道 阿图罗 这件事情 想必皇帝陛下很快就会知道 他想了想 可能这一两天就会召见你 你要做好准备 是 校长大人 阿图罗应道 送走了斯蒂芬心大人 大家来到餐厅 模糊了一个早上 也感到有些鸡肠碌碌了 小黑同学更是跟谁都不客气 家里上至管家 下至扫地的下人 每个人都知道小黑大人 在这个家中的地位 毕竟仆人们都是从 祭坎普斯城跟过来的 他们非常清楚 在哈布雷克公爵的城堡中 连公爵大人的餐桌 也都有他一席之地 可是坏就坏在 小黑同学的专用位置上 今天却做了别人 燕尼这一夜都没有怎么休息 因为刚才来到人族地盘 他看什么都新鲜 对苏菲给他安排的房间 以及里面的各种家具 设备和洗衣用具 他好奇得要死 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 而且还不时地出状况 可忙坏了萨利和米亚 他们两个也是几乎没有合过眼 此外 埃托奥和阿图罗签进契约 那么大的动静 他不可能不知道 不过既然梅西先生 让他住在这里 他也没有打算去看热闹 现在 苏菲的侍女带他来吃早餐 这让他又是兴奋不已 人族的料理 可然是味道妙极了 众人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一张天真 千满是喜悦的笑脸 小黑叫道 那个意思是 让开了 那是本大爷的地方 苏菲赶紧抱紧郑宇冲出去的小黑 暗中对小黑说道 小黑 算了 你到妖精界里去吧 上次还剩下不少环木烤肉 你有兴趣吗 好吧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今天就不跟他计较了 小黑一盘算 比起萨利做的早餐 还是烤肉 对他的兴趣诱惑力更大一些 趁着大家的注意力 全被吸引到燕尼那里 苏菲偷偷将小黑收进妖精界 然后才对法爷艾薇和爷爷介绍道 这是我的朋友燕尼 燕尼站了起来 熟练的行李 哇 贵族礼节毫无瑕疵 苏菲忍不住心中赞叹 原来身为龙族的燕尼 学起人族的累劫 也不含糊啊 正想着 不经意瞥见 梅西先生细虐的眼神 苏菲忍不住吐吐舌头 大家入了座 颤着上菜的功夫 梅西先生微笑着 对还在目不转睛 看着燕尼的艾薇说道 夫人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 艾薇仔细地望了望梅西先生 很快 他就想起他了 哦 你是苏菲的启蒙老师 哈哈哈哈 嗯 梅西先生点点头 这些年 我一直跟着苏菲 住在基坎普斯 哈布雷克公爵的城堡里 还得多谢夫人 当时给我这个机会呀 这是他的真心话 虽说这些年平平淡淡的 但他很享受这样的日子 有个古灵精怪的苏菲 和各种各样的美食 还有层出不穷的游戏和奇遇 想想这些 当然应该感谢一下艾薇 哦 不必客气的 艾薇摆摆手 苏菲这个孩子被你教得很好 想必你付出很多的心力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是啊 老师教了我很多东西 苏菲复合道 他非常了不起 这绝对不是拍马屁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这么多年来 他学习过程中 梅西先生起到怎样的作用 德鲁家主这时站起来 诚恳地道 我也要谢谢梅西老师 把我的孙女教得这样出手 我代表石黄罗家族感谢你 一方面 他确实非常感谢他 另一方面 他虽然用心观察 却无法看出他的身险 德鲁家主和斯蒂分心的感觉相同 此人应该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 哈哈哈哈 埃托奥憋了半天 终于是忍不住了 你们人族就是啰嗦 敢先来敢先去的 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先吃了 苏菲捂住嘴 偷偷瞄了阿吐罗一眼 以后这个无厘头的家伙 就是他的搭档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 一向稳稳荡荡的哥哥 也会被埃托奥这样的个性 搞得抓狂吧 吃过饭 大家回到厅里讲话 这时艾薇突然把苏菲拉到一边 说是有话要跟女儿讲 不明所以的苏菲只好带着她 回到自己的房间 艾薇还是第一次进入 自己小女儿的房间里 她环顾着这个显得有些陌生的空间 心中隐隐飘过一丝复杂的感觉 苏菲从空间中 取出两个小瓶盛装的 鲜榨清蜜果汁 递给了艾薇一瓶 自己也打开一瓶 妈妈 先尝尝这个果汁吧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 艾薇喝了一小口 满脸喜色地看着苏菲 三个孩子个个出色 身为他们的母亲 她说不出的骄傲和自豪 找我什么事啊 苏菲坦然地看着面前的母亲 其实也没有什么 艾薇眼露慈祥地望着苏菲 今天哥哥成为龙骑士 你的功劳最大 妈妈很高兴 苏菲勾了一下嘴角 这主要还是靠阿图罗自己 如果她无法通过龙族的考验 我也没有办法呀 你怎么会认识龙族的 艾薇很好奇 苏菲的妈妈 好奇怪呀 她管那么多干什么呢 小妖跟小黑在一起讨论 废话 好奇心呗 她和你比起来 还要差上一些 小黑嘶嘶哑 苏菲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哦 也是朋友介绍的 就没了下文 艾薇笑着点点头 她想知道其中另有其事 呃 陷在美味的早餐里 她的单纯可爱 难道会延期母亲的注意吗 也许是因为苏菲的表情 过于惊讶 艾薇薇微微笑了一下 解释道 啊 我挺喜欢燕妮的 也不知道她是哪家的孩子 应该不是奥兰的吧 奥兰这个大户人家的女孩子 妈妈都见过了 也从未见过燕妮这样干净 单纯 又有教养的女孩 苏菲摇摇头 然后又点点头 她犹豫一下才到 嗯 艾薇不是奥兰人 我也很喜欢她 她不知道艾薇这样问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总不会是要给人做媒吧 那你知不知道 她的家世怎么样 艾薇问道 家世 越听越像 啊 其实妈妈刚才看到 她跟你哥哥站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她们非常的般配 是非常般配的一段 所以才想说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苏菲愕然 她连忙失了一个隔音结界 天哪 为什么要让她碰到这种事情 人家是龙族好不好 而且自己明明才这么小 她作为一个母亲 跟她讲这个 是不是有点过了 只听艾薇接着说道 虽然阿托罗现在年纪还很小 但是成为龙骑士之后 全都不可限量啊 一定会有很多女孩子 比原先还有更多的女孩子 喜欢她 我还说 因为我还没想到 因为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